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菜 那前两天呢 元旦刚放下 对不对 不过呀 这家真没过消停 那前两天Model Y一上市 那铺天盖地的消息呀 这听说呢 这上市一周之内 订单量爆多 而且啊 你看车子也排到门店外面去了 所以前两天 我没想凑一下这个热闹 我们去了这个北京 义庄特斯拉中心和华帽特斯拉体验店 我们去实地的看一下店内的情况 当你走到这个Model Y面前 其实你最主要的感受 就是它整个的这个尺寸 比Model 3大了一圈 其他方面呢 比如说在配置啊 细节方面其实还是很接近的 它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它的后排的表现 以及后备箱的表现 在空间方面的使用上 确实是要比Model 3更好一些的 好 那现在做到Model Y的前排呢 其实跟Model 3整个感官上看起来 其实是一样的 配置方面呢 它这个也配备了放映盘的加热 然后这里呢 也有两个USB的接口 而且它也采用了这个热不能空调 还有一个它的座椅 其实是垫高了一块 这块其实它有增高了 大概这么高吧 所以整体上前排的感受呢 跟Model 3还是很接近的 做完Model 3的后排之后呢 坐在Model Y的后排最直观的一个感觉 就是这确实就是一个SUV 包括你这头部的空间啊 以及这个腿部的空间都要大很多 还有就是它这一个天窗呢 给你整体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敞亮 其实它跟整个Model 3的差别 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 首先是这个电动的这个后备箱的门 然后整个看这个后备箱的空间呢 要比Model 3大很多 它整个的开口呀很大 包括这个地板的高度其实也没有很高 而且除了你能看到的储物空间外呢 它这个隐藏的空间也有很多 这有两个 而且这个的空间其实是比较大的 就是这个深度也比较够 然后两边呢还有两个小的储物空间 再加上这个一键式的座椅放档 对 这个就是它跟Model 3最不一样的地方吧 嗨 刚刚呢我也去店里面和这个特斯拉的销售 去简单的沟通了一下啊 几个问题跟大家交代一下 第一个就是销售表示 如果你线上轿车和线下轿车 其实对于出到手的这个时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所以就是线上和线下是一样的 再一个呢就是有些网友说 Model Y它的黑色是免费的不需要选择 但是你如果选一个红色的加钱了 这车能不能体验到手呢 销售表示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大家统一对待统一等的 再一个就是有一些网友表示 能不能拿Model 3去置换Model Y呢 但是我刚才问了销售销售呢其实不建议 他说这样不太值 然后现在呢北京的店里面是没有Model Y 设驾车的只有这个Model 3是可以试的 刚才我问了店员如果说我今天我买的话 大概三四月份的时候才可以提到车 那在了解完Model Y交付时间等问题之后呢 我们也随机的对一些有意义上购买死车的路人 进行了一下小小的采访 我去年的时候刚提这个Model 3 因为Model X和Model X都在第一批15年的时候购买的 宗室本社 一直都有这个想换的那个想法 之前呢就是那个X呢有点太贵了 3呢有点太小了 所以就是一直在等 我觉得外还比较适合 外的不是4米7多吗 3才4米6多 刚才我进去做了一下 我觉得空间还蛮大的 早买早用呗 电子产品嘛至少比其他的品牌 它不降价强 就是明码标价的嘛 你喜欢一个东西嘛 不用去考虑它后续是什么东西 喜欢那我就买它就好了 类型 我自己呢不太多 但有一次在五环上堵车的时候真好用 如果在高速行驶的时候 我没有敢尝试 你刚开始用它的时候肯定会有点担心 但是呢等你习惯用它的时候 就是完全不用担心了 我觉得未来也还行 确实服务不错 目前还没有 那这里呢还有一位我们汽车之家的编辑 可以说呢他是准车主了 听听他是怎么来聊Model Y的 我们这位编辑老师 恰巧是一位电动车车主 目前也正有更换Model Y的打算 座椅稍微的比三要高了一些 三的后排其实坐垫很短很矮 坐上去的体验不是特别的好 至少你提高一点点会解决一定的这个问题 还是稍微舒服了一点点 肯定是大 但是大很多我倒觉得不至于 因为本身电动车不至于 就后备箱加前备箱整体的这个空间就很大 而且它后备箱下面的那个储槽 还能够放很多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其实三的后备箱我够用 但是外多给的谁不愿意要呢 对吧 肯定多多少少会觉得有点难受 习惯了吧 都这样你很难说不让官方降价吧 最好是能告诉我们一声 应该会买 但是我可能会考虑等于马斯克说 他会在今年或者明年推那个月租模式 我个人可能会觉得月租模式会比较适合我 现在有好多人是习惯就是上下班的时候 打开这个功能 但其实挺不安全的 还是更倾向于可能在高速上使用这些功能 像蔚来啊小鹏啊 这些其实我都有关注 可能觉得蔚来的服务会好一些 我有自己的充电桩的情况下 它的很多服务利用不太上 所以我直接买一个能够自己在家装里充电的车 就用起来就很方便了 小鹏也考虑过 之前是觉得它的那个语音交互很好 FiZ的功能这块 我觉得可能它会性能更好一些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Model Y探电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关于此车的信息 欢迎大家来汽车之家搜索 我们下期再见